歡迎收看 近集的台灣 我是廖婷娟 帶你來看 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過去風光時 曾經擁有能容納 上百桌的大餐廳 古床樑的客家菜 遠近馳名 但因為太過忙碌 妻子不幸的三度流程 原以為下半場的人生 能過得平穩 但沒有想到 足月到期被迫搬遷 投資的千萬器材 血本無歸 現在年過半百的她 還背負著數百萬的債務 即使如此她還是咬牙 扛起一家人的生計 不斷地發響新菜色 用傳統客家味 結合創新煮法 鹹香的酸菜鴨 芥菜雞 還有韭菜米苔木 都讓不少人 專程行鄉而來 帶您看看她的故事 好來 米苔木上菜 好來 四中的韭菜 請慢用 好 好 熱騰騰的菜一上桌 隨著蒸氣飄出陣陣鹹香 大家動筷子搶著吃的 這一道酸菜鴨 更是每桌必點的招牌菜 肉質也非常好吃 不會太菜也不會 就是很潤很滑這樣子 對 每次來必點 對 它的酸菜的話 我覺得還蠻符合我們的口味的 客家菜一般來講的話 是比較油比較鹹 對 它這邊的話不會那麼的油 酸菜鴨是客家經典菜 但能做出獨一無二的滋味 苦蟲糧靠的 就是這個秘密武器 老滷裡面有中藥材 有冰糖 有高湯 有成年發酵的醬油 這個味道是 一般料理做不出來的 薑絲 辣椒跟成年老滷 用大火爆香 最重要的是得分次慢慢加 才能引出老滷的香 接著就該輪到酸菜上場 酸菜被高溫逼出香氣 一炒好苦蟲糧還來不及 停下雙手 得趕緊的把鴨肉下鍋油炸 炸到表皮微焦帶脆 一支支的金黃鴨肉 就要到滷汁中慢慢燉入味 成年老滷加高湯 去調整它的顏色跟它的鹹度 濃稠度 最後面是小火 因為後面你小火關鍵時刻 你如果大火的話 它肉會裂掉 滷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後面小火 那要燉多久 一百分鐘 滷透的鴨子骨肉略為分離 只要輕推鴨腿 就有鬆動的感覺 一出爐透著濃郁醬香 滿滿的塞進炒過的酸菜 這就是骨蟲糧最得意的菜色 每隻鴨都得這麼高剛 但它手法快速 一轉眼就是整排滷好的鴨子 那如果都上菜了 從頭給它上酸菜鴨前走 熟練的主菜出餐 在廚房裡擔任領頭羊的角色 這樣的骨蟲糧 年輕時是年收百萬的工程師 做辦公室高興白領 當時前途備受看好 他卻憑著一腔熱血 不顧眾人的反對 毅然決然投身餐飲業 等實際進了廚房 面對油鍋 大火 他才真正感受到有多難 怕當然怕 廚房師傅也不讓我學 真的喔 不讓我學 甚至有些做菜不肯給我看 偷偷看偷偷學 有些師傅也很好 他會教我 二十幾年來遇過這麼多師傅 也繳得不少學費 慢慢磨 就像學徒一樣慢慢累積經驗 骨蟲糧翻開衣袖 手臂上滿是菜膏 熱油留下的傷痕 但他從沒喊過苦 只忙著鑽研記憶中的客家味 香油的過程 它因為不能加太高溫 所以拌炒的時間跟火候 一定要轉動一下 細嫩的韭菜炒香 夾進北泡泡的米苔木 看似簡單 但火候大小就考驗真功夫 是二十幾年了 炒的還有湯的都吃過了 口味都超棒的 老闆的米苔木吃起來很香 那不如不是有大根的韭菜吧 這個比較香 小韭菜比較香 對... 客人的嘴一吃就知道 韭菜跟外面不一樣 因為店裡的食材 很多都是古蟲糧 親手種的 他還特地跟年邁的爸媽 學了一手種韭菜的好功夫 為了開店自己來種韭菜 因為媽媽爸爸年紀大了 不要他這麼累 自己練習種 那現在我們自己種的時候 還有一個更大的優勢 我要多少剪多少 現採的... 現採的... 每天調著菜籃 剪刀 在菜園子裡忙前忙後 古蟲糧還真的種出了興趣 闢了一塊小小實驗區 什麼植物都來種種看 那在這一塊田地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老闆他自己的私人菜園 那像在這一塊小空間裡面 它其實小小的一塊 但裡面就種了很多種的蔬菜 像是前面有薄荷 然後到這邊有大陸媚 有芹菜 這邊有各式各樣的蔬菜 都是老闆自己親手種下的 像這個韭菜它本身還可以去炒鹹蛋 還可以炒木耳 做其他的搭配 什麼都得試試看就對了 就不像我們自己先飯菜先吃 先煮煮看 看看這些菜是不是適合做出來 可以嗎 就是這實驗精神加上食材夠新鮮 靠著口耳相傳 門外汗的古蟲糧 終於讓生意鎮鎮日上 從小吃十三張桌 一直到近一百桌 我最高紀錄 三天寫到一支原子筆 最高紀錄 三天辦了五百多桌 兩個月辦了三千九百多桌 那時的古蟲糧年輕氣盛 被成功的快感衝昏了頭 太過驕傲 因此得罪了同業跟房東 租約一到期 就被房東給趕走 多年來頭下的心血 一夜之間全沒了 搞到後面 我不得不離開 投資了兩千萬的生意 生意的賣場 成也大賣場 敗也是大賣場 那些設備 賣的時候是按尺寸去計價 不要的時候 當廢鐵論公斤再賣 突如其來的打擊幾乎壓垮了古蟲糧 這時已年過半百的他 不僅要面對生意的失敗 更得背負一家子的生計 讓他第一次萌生了放棄的念頭 我問我爸爸媽媽 如果我沒有開店的話 你們能接受嗎 老婆常講一句話 開店不是為了要賺錢 要養活氣得大小 要改善生活 面對親人質疑的眼光 撐不住也得撐下去 古蟲糧決定最後一次放手一搏 背負著幾百萬的債務 古蟲糧沒有回頭路 他更是一頭砸進廚房裡 沒日沒夜的研發新菜 就連簡單的蔥蛋 他也有辦法變出新花樣 在我們店裡 油類分得是相當的清楚 他們怎麼是香蔥油 就是炸過香蔥的油 來炒菜 特別的香 拌著青蔥的蛋汁 先兩面加熱定型 接著要像做煎餅一樣 用力的反覆甩鍋 用高溫漸漸把蛋皮 染上微焦的色彩 接著還得拿出秘密武器 青蔥跟辣椒用大火乾炒 正正濃郁的香味刺激著鼻尖 再來就輪到主角櫻花蝦 挑進鍋裡 隨著火光熱舞 專屬海味的鮮香 就這樣喘了出來 把酥脆的海味 鋪在軟嫩的蛋皮上 豐富衝突的層次 讓人意猶未盡 一吃必上癮 因為我找不到 這種口感 這種口味真的是很難找 補充糧的芥菜雞也是一絕 用蒜頭 香菇跟豬背提味 大火熬出湯頭的鮮 再用小火把雞肉微透 冷嗖嗖的時候來上一碗 醉食對味 這個是食令菜 那剛對食 這又新鮮又對食 這吃起來 每一個人來都會必點的一道菜 偷偷講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偷喝了三碗 客人吃的一碗接一碗 顧重良忙著上菜收桌 還要跟客人拔乾淨 在他身旁默默打下手的 就是古太太 最忙最累的那段時光 也是夫妻倆一起撐過的 但或許就是太過勞累 這些年下來 妻子就曾經三度小產 所以那時候是小孩就 沒有啊 也不曉得懷孕啊 他也什麼事沒做啊 我趕快打電話給我丈人 我叫我丈人再去給一眼 我見他很多耶 生了病這麼大的事情 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沒有準規狀況是怎樣 語氣裡滿是藏不住的心疼 夫妻倆從年少互許終生 到現在病髮間已染上絲絲苍白 不變得是多年來的相知相伴 老婆大人真的很辛苦 如果我們好好把這家店經營好 你可以提早退休 這是我常講的跟他講的一句話 你提早退休 你提早退休 彌補你之前的付出 讓他不要這麼辛苦 只想提早實現心中對妻子的承諾 走過大半輩子的起起落落 補充糧的料理中 不只有記憶裡的客家味 更藏著夫妻間的深情滋味 在台中大甲鎮藍宮附近 有一家四十年的霸丸店 用餐時間人潮總是絡繹不絕 假日有時候甚至得等上半個小時 老闆李太和堅持純手工 從內餡到醬汁都是自己製作 包好的肉丸先蒸熟再炸過 外皮酥脆而且Q彈 裡面的肉餡非常的入味 搭配甜甜鹹鹹的醬汁 讓人忍不住一次就吃好幾顆 曾經是跆拳道果手的他 因為父母親相繼離來過世 他決定回家接手家業 希望能把好味道 繼續的沉沉下去 接手之後 有好幾次我想偷懶啊 或是遇到瓶頸想要放棄 不想再堅持下去的時候 爸爸都會到我夢 他什麼都沒有說 他就自己會站在攤子前面 賣肉丸 我心裡我就跟他講 爸爸 你兒子喔 沒有... 沒有辜負你 我會盡量把他做得最好 好 麻煩抽一下號碼牌 我們來找一隻座喔 一隻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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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家傳承半世紀的霸王老店 就會在台中大甲觀望夜市 不管平日假日 天天都是數前日 內用外帶還再久都甘願 千里迢迢 再遠都值得 我都要先來這邊訂 大概都要等30分鐘以上 你從哪裡來 我從新北 我吃了那麼多家 這家我覺得是比較有古早味 我哪吃過多少吃 至少10次有了 它是小時候的味道 因為從那個路邊攤的時候 然後到現在這樣子 然後就開啟店面 三角 三角 兩位一樣 有 怪帶 對 怪帶 有鍋前 李太和和太太余佑仁的手 不曾停過 一顆顆飽滿的霸丸 就像姑娘要出嫁一般 整形再整形 油炸 利油 起鍋後 晶瑩拼透的外皮 彷彿吹彈可破 扎實的瘦肉 搭配爽脆的筍釘 再淋上醬汁 彷彿有神奇魔法一般 一吃就上癮 這家肉圓店 是我排名第一名的 它的皮很Q 然後肉不會很乾 10分的話應該有8分 我覺得比我吃過的肉圓都好吃 因為我不喜歡那種 很厚的那種皮 然後這裡是很脆的那種 所以就吃起來不一樣 讓人讚不絕口的好味道 是出自李太和之手 鏡頭前他也大方分享 其實他的霸丸比別人Q 有個特別的佩服 等一下我們就會把這個 這個純的番薯粉 我們把它沖到這個 滾的熱水裡面 這個步驟就是人家講的 叫做石筋石炊 最傳統的做法 然後肉圓會Q的話 就是因為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看起來很簡單 但卻藏有大大的學問 番薯鬼和水的比例 是調漿成功與否的關鍵 除了靠經驗的判斷 還得看天吃飯 因為我們的做好的皮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 這樣才是合格的肉圓皮 所以有些比較特色的 對...你看肉圓皮能夠拿來甩 就跟披薩一樣 今天調一調不行 太稀了 喂豬 今天調一調不行 太濃了 也不行 就是倒了好幾天的粉掉 然後就是每天一直試 一直試啊 試它的比例出來啊 真正學會獨當一面 是這近十年的事 從小看著爸媽辛苦擺攤做生意 李太和能躲多遠就躲多遠 我可以講 是從小就在夜市長大的小孩 我一下課就到夜市 然後在餐桌上寫字 睡覺 到父母親收完攤 一兩點 我們才會這樣 每天都是這樣 因為我鼓掌它是開樓道館的 爸媽媽就把我送到那裡 原本也是沒有想走體育這條路 只是想鍛鍊身體 後來哪知道 區區比賽都是得名得名 然後就開始一直栽培 到高中就拿到了國手的資格 就保送大學 身為長子也是長孫的李太和 備受家裡的重愛 父母親也捨不得他吃苦 所以一路上苦心栽培 正當他以為可以逃離家業 意外卻悄悄地來到 因為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剛剛突然 就為了媽媽生病癌症 那時候去世了 然後就只有一個 就只有爸爸嘛 我那時候最小的弟 才五歲還六歲而已 爸爸要撫養四個小孩 還要單獨的製作肉圓 然後還要出攤幹嘛 神離死別讓人瞬間成長 一夕之間李太和突然發現 自己的肩上責任也更重了 所以他只能放棄國手的夢 回家幫爸爸分憂解牢 醬汁是霸丸的靈魂 為了吃得更天然 李太和用你磨成薑 取代太白粉 要它大滾的時候 馬上把它沖進去 然後就是靠經驗啦 你加多少 那時候濃稠度 就是要靠經驗來調 然後就要馬上關小火 要不然整鍋都快掉了 燒焦了 曾經因為說在這個步驟 然後失敗 常常 那時候是怎麼樣 有時候在倒的時候 倒太大力了啊 它薑下去太多了 來不及攪拌 它就一直沉澱在下面 它有時候你怕怕的話 倒太少 它又太稀了 我們標榜的就是天然 我也不買辣椒粉回來加 那個味道是淡不出來的 我們的辣椒是非常好吃的 但是我只有磨一點點 我一個人都要磨幾斤啊 對啊 隔壁的 他說我如果磨辣椒的話 一定要跟他講 要不然他在隔壁的話 他會受不了 因為堅持品質 醬料都要親自製作 為了讓霸丸外型跟美觀統一 他們也有個獨特的秘密武器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爸爸就在做霸丸嘛 我懂事看到的 就是用這種方法來做的 這個要夾的時候 是要非常用力的 而且是你在做這個皮啊 做這個霸丸皮跟霸丸底部的時候 這個是要工夫的 這個是要學很久 用冰淇淋勺製作霸丸 可以一體成型 省時卻不省力 實際做起來啊 卻一點也不輕鬆 因為我們的皮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你在製作的過程中 跟你夾下去那個霸丸 你這一隻手要全部用力 你一天做那麼多個 這個手有時候會很痠 會受不了 他包得比較好看啊 沒有 因為我粗魯啊 都會破掉 破掉是正常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大王 太太余佑仁來自大陸海南省 嫁過來之前 對於做吃的完全一竅不通 身為掌席的她 面臨婆婆早逝公公離癌 要背負許多的責任 壓力大到常常睡不好 看她滿辛苦的 然後我跟她面前承諾 我說叫她放心 我會幫忙照顧這個家這樣 因為我是長子嘛 半年的期間之後 也要店裡也要醫院兩頭跑 那時候才知道說 才體會到爸爸那時候的幸福 那時候半年之內 我就瘦了二十公斤了 八年前爸爸過世 沒有人幫忙顧前顧後 只能靠自己 那時候是夫妻倆 最徬徨無助的時候 一二年爸爸離開我們的時候嘛 緊接著一三年 台灣又爆發堵電人事件 那時候真的很想放棄 因為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啊 有好幾次我想偷懶啊 或是遇到瓶頸想要放棄 不想再堅持下去的時候 爸爸都會到我夢 他什麼都沒有說 他就自己在... 像我們以前在路邊 他那個攤子嘛 他就自己會站在攤子前面 賣把玩 或許冥冥中爸爸告訴自己 要堅持不要放棄 也或許太太一路在背後支持 彷彿就是那股安定的力量 每天就是早上我們都要去菜市場 又要去看豬肉的新鮮度啊 就是一直都是我公公傳下來的 這些年還好有老婆一起幫忙 度過了那些最無助的時光 霸丸要先經過蒸再油炸 比別人多了一道工序 也是外酥內軟的關鍵 真的從小吃到大 口感都沒有變 很好吃 好吃讚 除了霸丸 店裡的豆腐肉湯也是人氣招牌 像外面買的都是一樣是油豆腐塞魚漿 我爸爸想說 這樣子客人吃不飽啊 你看我們的油豆腐都那麼大一塊 賺少一點 我們把油豆腐弄大一點 然後我們中間再加入絞肉 魚漿 還有一些青菜啦 辛香料啦 就造就只有我們有的豆腐肉 好口味做出好口碑 老客人三天兩頭就來報到 幾年前他們從攤位做到了店面 始終不變的 除了有用心的味道 還有那一份堅持 像我這一次得到了 全國四星的獎項嘛 我心裡我就跟他講 爸爸 你兒子 沒有 沒有辜負你 我會盡量把它做得最好 一路走來雖然辛苦 但是很踏實 李太和把思念畫成動力 要讓美味永久飄香 歡迎收看 近集的台灣 我是廖婷娟 帶你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台北市中山區這一間川味料理 老闆周玉士是半個四川人 曾經年少青狂加入過幫派 每天成兄鬥狠還入獄服刑 出獄之後曾經身上沒有半毛錢 跟身邊兄弟借個五百塊都借不到 讓他領悟到了在外成兄道地 但會雪中送炭的沒有幾個人 他選擇回歸踏實的工作 開了這一家家鄉味的餐廳 來到這裡 韜客都會必點的四川烤魚 得先把整隻鱸魚炸酥之後 再經過烘烤 淋上從四川來的辣椒 還有香料做成的特製醬汁 可是標榜的原汁原味 吃起來香麻又帶勁 燃燒顧客的味蕾 也讓人是一吃就上癮 出賽 不愛吃辣人我覺得可以接受 整個那個鋪色很漂亮 真的是人間美味 做料理是我的信心 我家裡就是有一半的四川的血統 我就希望把能夠真正的川菜 帶來台灣 來 川菜魚來囉 台北市中山區這間川味餐廳 每逢夜晚時刻 店裡頭都會相當熱鬧 來 烤魚蛋 麻辣烤魚來囉 來 完全四川口味 慢慢享用 熟空空空的辣油裡 浸泡一整隻鱸魚 非常霸氣 這隻烤魚皮酥肉嫩 正宗的香麻口感 讓人一吃就上癮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 不太敢吃辣的人 但我覺得它滿有特色是 雖然看起來很紅 很辣 但味道很重 我覺得是 滿特別的一個料理啦 不愛吃辣的人 我覺得可以接受 我長期在中國大陸裡 這樣兩地跑 吃到這個魚就覺得 哇 真的有中國的味道 很道地 很道地 非常道地 來好多說 因為就是這邊的菜 我們都特別喜歡 所以常常會找朋友一起來 韜客來這邊必點的麻辣烤魚 吃進做反复的料理手續 還用酒種中藥材醃漬而成 裡頭有香葉 草果 花椒 三奈 桂皮 二斤條等等 每一樣都是從四川空運來台 其中鍋裡的靈魂人物鱸魚 老闆周魚氏也是非常講究 生的是從花蓮每天直送的貴妃魚 這種大小的魚它的肉質是最Q嫩 然後也比較有飽足感 八整隻貴妃魚清理乾淨後 接著貴妃魚也要來泡個貴妃澡 每條魚開好以後 我們要給牠按摩洗澡一下 要人用沐浴如洗 魚用怎麼洗呢 用花椒 用蔥 用薑片 用一點鹽巴 鹽巴最好用粗鹽給牠泡澡 鹽子十五分鐘 完全去除魚腥味 接著就要下鍋油炸 整隻貴妃魚 彷彿泡在按摩浴缸裡 滋滋作響 等到外衣變成金黃酥脆 就可以起鍋 在塗抹上特製的醬汁 讓魚肉更入味 再灑上孜然粉 反覆的烘烤 瞬間飄出迷人的香氣 老闆周玉士 還要趕緊炒上紅鍋的鍋底 加入這重要的一味 皮筋豆瓣醬 皮筋豆瓣醬 在四川而言 它總共有七十幾種 這是我們去四川 喜金也是千挑外選回來的 其中一種 四川的鵝金條 鵝金條 紅椒 青花椒 陸續下鍋 大火快炒 再放上壁角底料 壓血豆腐 好 熱透的 我們現在把它淋在魚上 鐵盤上的烤魚鋪滿蒜蓉 公寶以及蔥段 最後淋上一匙熱油 散發出迷人的色香味 重慶四川烤魚 豐盛上桌 肉質細嫩的烤鱸魚 有正宗的香 麻 辣 光是看了 就讓人食指大動 這裡的味道重是香料的重 然後很香 然後有點小麻 可是不會到太辣 就是我覺得 大部分台北人 都可以接受的辣度 我覺得這個烤魚很特別 跟一般的料理方式 好像不太一樣 它比較道地 就是有那種四川的空味這樣子 來 坐下來喔 眼前這位看起來酷酷的老闆 周宇士 人稱白鴿 穿著一身心潮 母親是四川人的她 從小在台灣土生土壤 別看她這樣 過去可是名火爆浪子 從小家境不好的周宇士 小時候為了能有多一點錢 從高中時期 就開始加入幫派 曾經還入獄服刑過三次 我做過最壞的是 應該是為了錢吧 我曾經犯過毒 然後差點被打拔 我入獄大部分都是收藏嘛 那大部分就是 恐嚇啦 勒索啦 再不然就是 一開始都會以妨礙自由起訴 曾經好高勿遠 想找快速發達之路 所以周宇士 只要能快速賺錢的方法 都想嘗試 也結交了一群 孤群勾搭 很多在混的人 應該都有這種經驗吧 有的時候 然後好像很風光 可是慘的時候 通常會比較多 但是你打給兄弟說 你借我五百 借我一千 四五個人 每一千塊都借不 沒想到 稱兄道弟的朋友 連一千塊的救命錢 都沒辦法給 讓周宇士心灰意冷 決定援揍他鄉 後來也就看清一些現實面 其實你自己不站起來 你是沒有兄弟的 決定好好做點事情 所以後來我就跑去大陸了 周宇士 周宇士走過荒唐歲月 體會到腳踏實地的踏實感 也認識了這名河北姑娘 李金 兩人站入愛河後結婚 決定回台灣 落地生根 投入她熱愛的餐飲業 做料理是我的興趣 我家裡又是 有一半的四川的血統 我就希望把能夠 真正的川菜帶來台灣 所以說我就去四川 找親戚學了一些 烤魚的醬料 底料 以及一些川菜的精髓 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周宇士學會最道地的四川味 而太太李金 也把家鄉味的涼拌 帶到店裡 其中這道肉絲拉皮 滑嫩Q彈的口感 吃起來爽口開胃 也是店內的人氣王 俐落的刀工 把黃瓜切成絲 再來一疊又一疊的鋪上 乾豆腐絲以及涼皮 還要淋上這特調的口水澆 最後潑上熱油 瞬間爆出香氣 好了 來 幫我潑個油 一疊這個味 飯條很Q 就是那個味道比例噴爽口 新疆大盤雞 下面還有一些面球 要倒進來吃 另外這道非常大盤的新疆大盤雞 雞肉吃起來鮮美多汁 香辣夠味非常下飯 大塊的雞肉在鍋中拌炒 再用自製的辛香料 把雞肉炒到紅通通 再加入馬鈴薯就可以起鍋 它的雞肉很紮實 味道都有入味 整個的調味上面 包括你看它擺盤上面整個設計 整個那鋪色很漂亮 真的是人間美味 堅持穿味原型料理 周醫師和太太李金的道地四川味 不只征服許多人的味蕾 也撫慰李金在異鄉孤單的心 這個地方對我來講太陌生了 因為我來台灣之前 我幾乎對台灣是領異鄉 李金來到人身地不守的台灣 夫妻倆共同打拼這間川味餐廳 還好先生周醫師讓他能解相仇 來台灣六年多了 跟他在一起十五年了 當然是無怨無悔的 就是選擇他這個人 我覺得到今天為止 他帶給我的是快樂了 這是最終的想法 我還是要謝謝他 對我付出的所有的包容 周醫師和李金相識相愛 如今有十五年 不過當時兩人結婚 沒有舉辦婚禮留下一看 在2017年 周醫師也完成了兩人的終身大事 我們之前都只有辦手續 大陸的結婚手續 台灣的申請手續 但中間我沒給他一個 穿婚紗的機會 從我最初認識他那時候 他說要結婚我們在一起 那時候他就跟我承諾 然後他心裡一直記得這件事 畢竟是女人啊 就一定會很感動啊 簡單的婚宴請了至親 朋友 以及家人 一場充滿愛和感動的婚禮 將以前的缺憾都彌補上了 老大婆 愛你啦 不在乎 你看爆肝啦 兩人一起做料理 讓愛更深溫 把飄洋過海的家鄉味 在台灣持續飄香 歡迎收看近集的台灣 我是廖婷娟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台灣用竹籠蒸鵝的方式 十分罕見喔 在雲林斗六 住有這樣一間 超過一甲子的鵝肉店 老闆林學秋 遵循阿公留下來的方法 讓自家的鵝肉吃起來 比水煮鵝肉更細緻 更能鎖住肉汁 還能夠有一股淡淡的竹香 所以每到用餐時間 總是大排長龍 生意會這麼好 除了林學秋的堅持之外 還有一位工程 就是她的老婆張十妹 身為新住民的她 來台灣二十多年 從一個想家 日日以淚洗面 不會炒菜 到了現在 竟然能成為了先生最強的助手 就是好吃 因為它是用... 我不能說 因為這是他們店的... 店的秘密 料理台前 剁鵝肉的節奏聲不絕餘餓 老闆林學秋一下刀 鮮甜鵝肉汁 就像是泳泉一樣 不斷溢出 這就是雲林斗六最有名 賣了一甲子的除真龍鵝肉店 因為它的味道鮮美 軟嫩 可口 小菜也很棒 這全生喔 真的無法吃濃濃 這間真的讚 老闆 後面過得有嗎 沒有 沒有耶 這家店的招牌賣的是鹹水鵝 跟煙燻鵝 價錢很公道 之前一塊塊切好肥美多隻鵝肉 老闆還會在淋上蒸鵝時滴下的精華 讓瓷盤上經營閃耀的鵝肉 光看就很美味 而且店裡頭很多熱炒 跟鵝肉價錢一樣平價 所以很多客人都是吃好到稍微 這間鵝肉店到底有什麼本事 讓客人願意幫忙背書 原因就在店家的料理方式 在台灣非常罕見 您可能也沒聽過 他們用竹製大蒸鵝來蒸鵝 而且現在這種純手工做的蒸鵝 非常難買到 當初是林學秋的阿公發明的 也算無心炒料 算拿人家去找東西要吃 想想要三個來找不到 然後找得出來 其實用竹籠來蒸鵝 完全不用調味 不用香料 就能保留原汁原味 肉吃起來 還會帶有淡淡的竹子香氣 不過難度非常高 在於火候難以掌握 蒸得不透骨頭處不熟 太熟則又肉老 所以蒸一隻鵝相當費工 每天數量有限 總是先搶先贏 食味喔 食味館 那個老地方 你這一邊 不時早一點來的話 你吃不到鵝肉 因為它的鵝肉 可能台灣來說是最好吃的 光是在這裡吃而已 人家都還會外帶 常常來你就找不到老闆 因為都沒有肉囉 老闆也走了 謝謝 謝謝 走耶 坐裡面了 看到客人總是像細細的林學秋 其實個性卻是超級靦腆 跟客人聊天不超過十句 長得娃娃臉的她 看不出已經快邁入耳順之年 而她的太太張十妹 則是大陸漳州的越南華僑 二十多年前嫁到台灣 能說得一口很溜的台灣威 她負責炒菜端盤子 同樣也是一張笑臉掛臉上 但個性卻是大辣辣的 再來這個黃柴給我 黃柴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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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這麼沒用 我就討厭我店生理有得好 好跟我們人家要自己來香菜 這間真的好吃 其實客人會來幫忙端菜 還不算什麼 有的客人乾脆直接把錢 寄在這裡 當成是自家的廚房 現在怎麼樣 什麼要算 什麼 你要算 要算 要算 有說好嗎 對啊 客人把老闆夫妻當成家人 做老闆的怎能撈開 所以林學秋跟太太 每天一大早就開始處理 當天新鮮的蟹仔鵝肉 但蹲著拔毛這件菜式 當做了二十年的張實妹 認了年紀大了之大事 我的腰現在都有時候夾到 要起來的時候 沒辦法起來 就是要這樣扶著 這裡抖抖抖抖抖 已經二十多年了 我嫁給我先生 因為我最嫁都沒做過這些事 其實最早之前 林家還是自己養兒 但後來太費工 所以改成林學秋三更半夜 去買兒回來處理 讓剛嫁過來的張實妹 有點不忍心 我沒有辦法 都問我 我問人家 人家說 你這台 因為當時要好人吃 但在台時 想念我 我問人家說 你是有念嗎 他說沒有 我說 你都沒有念嗎 他說沒有 他說 他怪怪 他沒有害人 沒有怎樣 就這樣說 聽話說人家 後來還好法規限制 改成必須在屠宰場 新鮮局送 但往往拔鵝毛 還是得靠眼力 才不會讓鵝肉走位 等到處理完了 才會換上林學秋的刀工 為讓這麼一大隻鵝能待在蒸籠裡頭 平均受熱 得讓鵝身攤成180度 這手法巧勁是秘訣 將肥鵝處理成濃鮮核度 林學秋會再稍微抹上點鹽巴 按摩鵝肉 讓它整個舒展 才會放入手工竹製蒸籠裡頭 等待沸騰的音質器 用蘭神蒸它的味道 會比較鎖住它的原味 還有它的甜度 用鯊的話 鯊在肚子裡 有時候會走進那個 那個湯頭裡面 比較不會放進去 一般有的吃鯊都很甜很甜 不知道再放什麼 不知道 對啊 需要很多種 要一個小時 大不了一個小時 除了傳統的鵝肉 林學秋還有一道 很厲害的煙燻鵝 就是把先前的鞋水鵝 燻成金黃色 靠的是再單純不過的白糖 直接 我們是用 直接用砂糖下去煙燻的話 比較古早味的 以前就流傳下來的煙燻味道 一打開鍋蓋 只見白心的鵝肉 已經穿上了金黃外衣 煙燻讓鵝肉吃起來 多了焦糖香氣 它是煙燻 所以說它的 它的祕方是比較棒的 它是煙燻 它的口感是 不會吃了 不會口乾水燥 另外林學秋的煙燻料理 還有鵝腸 鵝椎 鵝肝 跟鴨舌 說到這鵝舌有別於一般的思路 他們家的鵝舌偏乾 上桌時還會再灑上特製胡椒鹽 它的鵝舌頭 鵝舌頭香氣有夠 又Q 好吃 它的鵝肝在做 跟人家不一樣 用蒸料它又用褲褲 比較不像外面 吃得比較冷 它這個比較粉 好吃 吃了有餘餘嗎 有餘餘嗎 有餘餘嗎 因為整間店常常只有夫妻倆一錢以後 張十妹生怕招呼不周 總會問上客人幾句 很難想像張十妹 嫁來台灣之前 跟丈夫一樣個性很勉腆 後來是經過朋友介紹 兩人靠著打電話 遠距離戀愛半年多 才嫁來台灣 但人生地不熟 想家的日子 讓他日日以淚洗面 每天 每天都在哭 我就在房間那邊靠 會生啊 會生煮啊 因為你家那麼遠啊 然後在家又 家裡的這麼好 然後嫁到這個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難免 對很陌生 然後還好就來店裡面 接觸這些客人 就很開心 因為客人的熱情 張十妹很快融入台灣生活 後來由於公公婆婆都不在了 她得幫老公一起撐起這間五肉店 像林學秋每天除了蒸餾之外 還增加了很多好吃的主食 像五肉飯跟麵食 這麼多 現在沒雞不行 有的老雞都要吃飯 她比較傳統的那個 切仔麵 她的那個滷肉飯香又好吃 她炸的 我一樣除了這個 這樣滿對面的 而張十妹也沒閒著 在對面的小廚房 忙著準備今天的無菜單料理 很難相信 她原本對烹飪一竅不通 後來是因為發生了情遊感 熱情的客人 要夫妻倆未雨綢繆 我就說我沒煮過耶 然後她就說 要怎麼用啊 然後我又看電視 又看電視 對啊 看電視 就是那個阿肌燒營啊 自己慢慢慢慢 這一次失敗 然後就慢慢 現在客人都說我很強 張十妹嫁來台灣 忙碌的生活 讓她忘了已經二十年都沒回家了 人生最大的遺憾是懷孕快臨盆 來不及回大陸 見上母親一面 我還是 就很久很久啦 我才覺得說媽媽不在 不然以前我覺得不相信 因為我也沒回去 我都不相信我媽媽不在 媽媽人很好 一樣 媽媽比較... 她大心嘛 對啊 以前的話 爸爸我都說我要工作啊 就是要做啊 就像是父親說的 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 張十妹在台灣 有了自己的家庭 兒子女兒 如今也都長大成人 全家人一起守護著 這個台灣竹籠真兒的好味道 在今天節目當中我們看到了 古叢良賠掉兩千萬的設備 跟太太經歷三度流產 但她走過獅子之痛 用寵意結合客家味 開創了人生的下半場 而李太和面對人生低潮 如何堅持不放棄 把思念的味道傳承下去 以及周玉士跟太太回台灣 從頭開始 將家鄉味在台灣 豐陽光大 還有竹籠之羅老闆 林雪秋跟太太張十妹 兩人相輔相成 也讓這間一夾子的鵝肉店 永續飄香 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謝今天的收看 也歡迎全球觀眾 一起上晉級的台灣YouTube 按下訂閱跟分享 我是廖婷 我們下次再會了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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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